證據喔 我跟你講啦 L I N E喔 破到零頭啊 各自飛 各自保命 所以應小威委員現在這樣子講 他一定會講什麼 我是議員 我協調了三十幾次 辦了協調會三十幾次 前面都不成啊 前面柯文哲都不理我啊 林青龍也不理我 林周明也不理我 誰都不理我 彭震聲剛開始也不理我 就3月10號 2020年的3月10號 關鍵便當會 收了陳情書之後 全部都啟動 我接下來辦的 每次協調會都有用 而且只要他們動作太慢 我只要去跟柯文哲報告 柯文哲就會用LINE 去指示下面的官微 快快辦嘛 所以應小威委員一定怎麼講 都是柯文哲啊 因為我不是那個 最有實質影響力的人嘛 所以柯文哲現在 必須要去告訴大家 應小威陳情30多次 為什麼只有在2020年3月之後 才開始有用嘛 才開始讓柯文哲 啟動了清簽 啟動了送這個 所謂的舉辦 專家學者會議 幫金華城去掩擬龍機嘛 所以柯文哲 自己要告訴你 我要跟大家講 你知道嗎 今天不是 昨天有一個被告叫做吳順明 對 他現在是在中工 他任職在中工下面的一個關係期 對 你知道吳順明啊 其實是台北市政府的退休公務人員 而且是都發局的公務人員 你知道都發局的同仁 今天都跟我講說 他以為這個吳順明啊 其實是任職在 他退休之後 其實是任職在應小威辦公室 是今天看了新聞之後 才知道原來他是中工的員工啊 那你知道 我們之前不是講說 金華城用了三個自創的龍機嗎 包含什麼移居城市啊 智慧檢視啊 什麼綠能城市 這是誰訂出來的 就是這個吳順明 就是這個吳順明 在後面幾次的協調會 把市府的官員抓來 跟他講說 要怎麼寫 要怎麼訂 那我要問嘛 柯文哲 大酷吏耶 如果不可以這樣子的話 他以前怎麼罵議員 議員不是協調違建 他就說議員官說 議員要抓去關 議員要公布 那為什麼他居然 讓他的市府同仁 去到應小威辦公室 而且還協調那麼多次 而且他協調的 全部都照走 我覺得柯文哲 要講清楚說明白嘛 所以今天柯文哲 被檢調搜查 然後他居然出來講說 執政當局啊 就在這邊啊 就想說執政當局要講清楚 我想說柯文哲 你求人得人耶 他自己叫人家來的啊 是啊 他之前不是那個 他生日的時候 他還說 生日都沒有檢調來敲門 倒是有那個女粉絲 來送售桃 幾個嘛 柯文哲叫你傳我 不是叫你來搜索我啊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 你剛剛講話噴爆米花 柯文哲 你繼續 我覺得他的願望 生日願望已經實現了 因為他生日願望 是期待檢察官 檢調來按門鈴嗎 應該檢調去啊 原來我們阿伯已經 dream come true了 對不對 生日許願實現 實現啊 所以今天阿伯生日實現 所以你應該要開心 你為什麼要生氣 然後轉移焦點 許願三個禮拜就成真很快了 你看 阿伯想要什麼就給他 彭震生到議會去說明的時候 柯文哲怎麼說 我會去跟檢調說清楚 結果檢調現在到你家 你就把他講清楚 說明白就好了嘛 你為什麼 建小登上去 說什麼執政當局要講清楚 我告訴你 他就是又在顧忌重施嘛 演政治受虐兒要轉移焦點嘛 這跟誰的步驟完全一模一樣 是不是跟沈慶晶的聲明書 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要把它轉移成 是有人在報復 有人在打壓 但我告訴你 全台灣人民看得非常清楚 上公 上一部 大號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我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力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給買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